朋友们,欢迎来到海贱美食 看一下,今天我做了一锅小花茄 奶香味的,真的是奶香十足,蓬松轩 没有菜,也能吃它几个 不塌陷,不回缩 喜欢的家人们可以动手试做哟 首先盆中倒入普通中筋面粉400克 加入3克酵母 10克奶粉 10克白糖 分少量多次的加入温水 240克,边倒边搅拌 搅拌至大面絮状,加入化好的黄油10克 下手揉成面团 把面简单揉成团,直接移到案板上 用推拉搓揉的方式,像洗衣服一样 把面揉光揉匀 把面揉至表面光滑细腻 这样就可以了,直接搓成长条状 然后把面揉成均等的面剂 一个大约是40克左右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面剂子在手心里揉成光滑的小面球 做好的面剂子直接压扁 用擀面杖擀成饺子片的形状 擀好的圆形面片,我们横着先从中间切开 再竖着切成一刀 两边斜着切开,形成一个米字花纹形 切成这样的小面叶 把所有的小面叶重叠在一起 用筷子圆头的部分,从中间按压一下 拿起来,在手心里转一转 多转几圈,让它纹理均匀 滑形整齐 在头部的部分压下去 放在案板上,我们放上一颗枣粒 按压,整理底部,整理均匀 一个花卷的生坯就制作完成了 花卷就全部做好了 我们直接给它放在壁镰上 放在温水锅中 盖上盖子,醒发至两倍大 看一下,经过半个小时的醒发 花卷的生坯已明显变大 拿起来轻飘飘的 这时候我们盖上盖子 我们先把水烧开 水开后蒸13分钟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给它关火 关火以后再焖2分钟 打开盖子看一下 哇,漂亮 家人们看一下,奶香味的小花卷就出锅了 有没有食欲呢? 全程没有一点技巧,没有一点难度 如果家里有小孩不喜欢吃面吃 我们可以换着方法给它做哟 孩子们,几口一个 好吃,做法又简单 信任也能一次成功 如果喜欢海娟的视频 别忘了给你海娟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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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 再次看到 我们下期见